西城区第一文化馆临时疫苗接种点 今天下午的任务量是给医务人员 接种大概有预计有600多人 为我们的同行也能够感到高兴 因为打了疫苗以后 在工作的风险就相对降低了 在医院因为咱们面向 肯定我们是风险岗位 接触的人也比较杂 所以尽管我们是没到的防控程序 还是比较严格的 但是如果有了疫苗了 不就是个人的免疫增加了一个防线吗 这是咱们基势团的医院的奖院 奖医生您好 我们这次也很重视疫苗的接种工作 我们全院有两千多人都抱怨过 现在大家都积极地喝好肝腺准备 最近一个月没有打过别人 多喝水多喝酒 一会儿再对外留关区观察办 没有不舒服才会离开 有点酸长 好 当时医院的疾控处还有人身处呢 给我们各个科室发来了这个通知 这个通知里面呢有一张表格 要求我们自积愿的 是应接进阶的这个原则 自愿的填写这个表格 大概有两三天的时间 我们就接到了人事室的具体的时间安排 通知我们两个院区的不同时间段 包括上午还有下午 在具体的位置 进行接种工作 非常高兴 我是第一个就到这外边来进行排队 我早晨一出来 我就说告诉妈妈 我说我今天下午就接种疫苗了 妈妈又很高兴 我也在我们家里那个朋友圈 我们家那个群里的也都通知大家了 我说我今天下午一点 在西城区学生化文化馆接种疫苗 他们也都给我点赞 特别这个想早一天接种好疫苗 那么早一天获得抵抗 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这个抵抗能力 如果早一天打上这个新冠疫苗 我相信我们这支部队的作战能力会更强 给人民再送去健康的这个服务水平 也会更高 那么先保护好自己 然后我们再参加战斗